官方成绩正式出炉 西蒙在第15届全国大选赢得多数席位 终于迎来久违的胜利 截止凌晨40数据 西蒙赢得81席成为最大赢家国盟赢得73席遗憾收场 国阵则以29席输到看不到路 明星党也只赢得3席 祖国行动阵线全军覆没 即使是前首相马哈迪 也守不住他的堡垒区福洛交仪 仅得4566票 连岸贵金也保不住 导致敦马取消了原定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西蒙主席安华上阵的打门国席选情较早前不乐观 索性后来出现反超趋势 成功击败援任打门议员阿莫法依查 曾经发动喜来登政变导致西蒙垮台的政治青蛙 阿兹敏和祖莱达接败选 马华上阵的44个议席中 只有马华总会长魏家祥竞选的亚裔弹国席 和黄日生的丹荣彼爱国席暴劫 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OOD主席塞沙迪成功首土麻坡国席 在西马方面 沙拉越政党联盟获得23席 一如既往成为半岛造王者 值得关注的是 一党在本届大选出现大暴冷 成功在三个选区上分别夺下巫统 公正党和祖国斗士党的堡垒区 即努鲁伊沙、科东浦、马哈迪、弗洛交谊 和东姑拉沙里话旺生 尽管西蒙在西马赢得多数席位 但仍无法获得简单多数一席执政 我国陷入玄制议会局面 接下来则必须与沙拉越联盟谈判结盟 才能获得超过112个国席组建政府 无论如何 慕尤丁在凌晨3时召开记者会 宣布国盟在全国赢下73国席 寻求与东马政党结盟共组政府 安华另一边也在3030分宣布赢得最多国席 并同意与其他政党共组政府 他强调 所谓足够的支持 就是超过111席 他指出 他们已经准备好所有文件 以提成给国家元首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